全新ICI油漆專門店 熱誠的油漆專家隨時為你效盧 5328號Highway7 Sigma Feel More對面 WOW TV觀眾更可獲禮品一份 ICI Paint stays beautiful 好, 5時30分, 回到時間 歡迎沙禮風火台 安省高等法院最近做了一項 挺有爭議性的裁決 裁定經營妓院以賣淫為目的兜搭 以及靠賣淫為生的法例推翻了 有違基本的司法原則 即是不合乎憲法 又說這個法例令到性工作者會身陷險境 這樣說法 有些保守派的人士就說 這些性工作者是否可以周圍兜客 搞得道德淪亡 不過也有些人就說 可以保障一些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究竟你們有什麼看法 416-298-8496 416-298-8496 歡迎各位觀眾打電話上來發表意見 介紹一下今天一齊討論的嘉賓 在我右手邊有吳雄社族 是一位社工 旁邊有鄭郭牧師 是銀稀社的社長 對面有場已經是時事評論的律師 三位好 大家好 其實講這個議題非常有爭議性 其實會不會先講 槍技是否應該合法的問題 因為如果不介定這件事 似乎很多東西都還有很多灰色地帶 我先講吧 不如先講現在的個案 究竟是講什麼 有很多人都覺得 為何法院那麼豬士 會管這些東西 其實我想講一點法律程序 這三個申訴人 就說這些周邊的法例 因為槍技這個行業本身 就不是說不合法的 但是另外這些活動 剛才你所提到的那三件事 就是不合法 法官是純粹用 用這個我們加拿大的自由憲章 就是對著這個case 去平衡這三個申訴人 人身安全或者他的權利 以及他周邊所影響的人 就是有些人說 你可能在那些屋裡面 這樣做賣淫的活動 會影響你的鄰居等等 他就將這些平衡 然後作出一個取決 認為這三種的法例 是違反我們加拿大 就是人權和自由憲章 但是這個槍技行業本身 就一向都不是說非法的 應該是要這樣澄清 那兩位又怎樣看呢 這個法院推翻了這個法例 似乎是否開了一道門 就說這些槍技可以慢慢有很盛行 是否代表這件事 其實2005年的時候 我想我和其中三位女士 一個時參加在多倫多 一個關於槍技法案 重檢的一個聽證會 那時候大家都很討論 有警察 又有社工 有專系他們的想法 我發現整個過程裡面 大家都面對一個困局 這個困局就是槍技這個行業 一方面剛才就像Andrea說的 是合法的 但是也不會消失 在人類社會最古老的行業 大部社會覺得這個行業 真的不太好 但又不應該把那些從事行業 拘捕他鎖他 很艱難讓他有機會找阿息 但又不應該鼓勵 但問題呢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 如果你把它全面 好像合法什麼什麼時候 又好像帶來很… 好像現在打德國世界杯附近 放在一間一間寄院仔 好像加拿來不是很想這樣 在兩難之間如何取捨 當時那些人都說 現在的法律有些埋盾 又被人合法 但那些人又拘捕他 就是說他在家 他想搵食你又不給他 你說他可以做 又是可以合法 好像不行 但是一直來想想想 都沒有想到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 我想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應該先說 這些行業是髒是不好的 其實是一個處理面對的問題 另外當時我發現一個 在整個討論裡面 我都出聲就是 好像他們想著想著 在街上那幾條街 或者是男生 我都見過了 他想著那些 站在街上那些 想著那些是窗戟的問題 如果他不在街上 在裡面就安全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當仁多 我們在環圈之中 一流一縫 一流很多縫 很多這樣的情況 那個可能是窗戟 更加多普遍 在街上那些 在街上那些 是最淒涼的 他都沒有錢租屋 他可能吸毒 他一次就是 跟著買毒品 跟著隔壁給個 他已經是最差的 但其實大部分的情況 未必是這樣的案子 最典型 就是有組織的 而很多是被人禁錮 非法來 做完就扔他走 很淒涼 那些反而 那個想法不一樣 周你又怎樣看 我相信 作為社工 這幾十年 我都接觸不少 做一些行業的 我有些 需要我輔導的個案 我也有處理很多這些 我盡量去 了解他們的背景 我覺得 我一向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 槍技 好像朱牧師說 槍技這個行業 就不會消失 雖然很多人 道德上 不要說教會人士 普通人都比較 不太贊成 或者能夠接受這種行業 但是 我們也要面對現實 這些行業 不會消失 與其去打壓它 與其將它刑事化它 令到好像 在悲思省前一陣子發生的 那件 就是連環殺案 Rober Pitten 那個事情會很多 像朱牧師說 他們有些人家境 背景很淒涼 做這些行業 我覺得 從人道的角度來看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 應該 我看 就將它合法化了這行業 但是 合法化的好處 政府也可以管制他們 管制之餘 亦都可以保護它 不要受到第三者 一些黑社會也好 或者一些人口的反子 那些人的剝削 另一方面的問題 就是從健康角度來看 公眾衛生的角度來看 亦都因為有管制 令到他們要受定期的健康檢查 不會將一些病 例如愛滋之類的性病 將它擴散 所以我覺得 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 沒有一個絕對完美的方案 可以解決問題 但不可以一味 就是借銀開借銀幣 我覺得加拿大 在槍技這個法案 從頭到尾到現在 這百多年 是一個非常 我可以解決的 要是一個嚴謹的法案 可以解決的 就是已經過了一次 過了一次 沒有人去處理 過了一次 剛才你說的 槍技本身不是不合法 它是合法 你可以做槍技 但是你不能進行跟 相技有關其他活動 你只是自想矛盾 那你甚麼意思 我三萬目 其實如果說要加強規管這個行業 其實如果好像今次這個裁決 會不會說助長這方面歪縫 問題是你剛才提過 通常我們現在的想法是Harm Reduction 有困難就幫他 比如說吸毒 吸毒 於是說有帶流困難 於是就給他免費毒品 比較乾淨 但問題是最終的問題解決 究竟他如果真是吸毒 他的害處是毒品害他 不只是不乾淨 那個應該是褲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槍技的行業 是一個不好不道德 不是因為那些做事的人不好 其實整個行業本身 就有一個occupation heaven 你跟陌生人做交易 根本你那個甚麼人 就算在哪裏的人都會殺了你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行業 即使規管可能都有出現現在的問題 都會同樣的問題 還有你規管的時候 我意思是說不是不解決 其實矛盾之間很難突破 你規管好像現在你說賭博 合法化管 賭場裡面有沒有非法的東西 當然很多 我也知道 其實問題是 加上槍技實在和黑社會和毒品 是分不開 是政府管理 如果加強規管了 可能有機會分開 你猜現在有沒有賭場 有沒有可以政府 沒有這個放鬆的人 大把我介紹給你 你明白嗎 就是你阿Joe說的那種矛盾 我覺得始終帶出了人的矛盾 究竟人 我們作為一個社會 去面對這個問題 根本就是矛盾 根本就是智商矛盾 所以怎樣去解決就是那樣東西 而是很複雜 因為這邊廂 我們知道這件事是不會走的了 是最古老的行業 但那邊廂 我們又說道德上 我們不想鼓勵人 但我想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經常覺得可以用法律 去將這個所謂的道德去離定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法律只是一個最低的標準 所以很多時候用法律是很困難 而且我也看到有些評論說 是否一定要用法律去監管這件事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呢 不過不知道了 這個問題已經辯論了這麼多百多年 都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我想從加拿大這邊的北美洲來講 變成一直都很混淆不清 一直都混淆不清 但問題我覺得這次法官出手 要作這個裁決 無論他對錯也好 因為現在據我所知 聯邦的司法部 安省的司法部都會說要上訴 所以現在最後六死隨手 我們不知道 是 但起碼我覺得它有一個突破性的作用 就是逼你們的人 起碼引起一個談論 是的 要正視這個問題 就不能再一鼻子拖拉拉下去 因為目前來講 我從四哥哥哥哥說 這些做這個行業的人 不是全部都是同黑社會有背景的人 有很多他當作是一份學 或者超級萬個工作 可能他賺很多錢也不定 而且他覺得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對 不過這樣 阿祖 其實這樣我們要先去廣告 首先 416-298-8496 歡迎打電話上來發表意見 究竟你自己對這次法院推翻了三條條款 有什麼看法呢 416-298-8496 廣告再發表意見 廣告再發表意見 如何 廣告再發表意見